我的孩子今天刚刚的去学校就没有了 10月30日 湖北黄石大野市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她14岁的女儿小美 化名在大野市尹家湖中学读初二 10月27日下午14时40分许 小美在学校上体育课时晕倒在跑道上 之后被老师和同学送到医务室 张先生认为 女儿的死是校方的原因 错过了抢救时间 记者就此多次致电尹家湖中学办公电话 均无人接听 大野市教育局新闻科工作人员表示 校方正在和家属进行沟通协商 教育局已介入 地区课堂变30多分40分 我晕倒在跑道上面 很疑似你居然没有 以3点过5分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见到孩子应该是3点11分 脸色已经惨白了 孩子如果吼着他们让他们看120的 从晕倒到120过来 抢救差不多是15分钟 已经耽误了这个最佳的抢救时间 完全正常 学了学跳舞都学了十几年了 我们先处理七六七天 你到时候没休息 你到时候没休息 我去哪里 你咱们